水浒传里的故事 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历史上有没有宋江这个人 宋徽宗与宋江之间 发生过哪些真实的故事 宋徽宗之谜 第七 水浒真假之谜 武松打虎 临冲风雪山神庙 鲁提侠全打正关西 石虎传中 一百零八将 各个身怀绝技 盖世无双 那么这些筷子人口 深入人心的好汉故事 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石虎传为什么能够名列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 水浒传的作者 石奈安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是如何写就 这样一部旷世奇书的 水浒传里描写的 宋徽宗在艳青的 川真沿线下 照安宋江等 良神好汉的故事 在真实的历史上 到底有没有 宋徽宗与宋江之间 发生过哪些真实的故事 北京电影学院 文学系教授丁牧 为我们讲述 宋徽宗之谜 第七集 水浒真假真谜 宋徽宗与梁山好汉 有没有过联系 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弄清两个问题 一个是 有关于水浒传的问题 再一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弄清 历史上真正的梁山起义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现在先谈水浒传 水浒传是一本什么书 概括的说 水浒传是以北宋末年 宋江起义为主要素材的 一部长篇章回题 小说 那么这本书呢 篇幅宏大 情节丰富 人物众多 在百回水浒之中 仅有名有姓的人物 据统计 有五百七十七个 无名无姓 有姓无名 有名无姓 这些人物加起来 那就更多了 出场人物非常之众多 描写的故事很精彩 所以问世以来 影响很大 明末清初 有大评论家叫金生探 他是把这个水浒传 黎骚庄子 史记渡诗 西相记 并称为六才子书 那么 明朝有一个 著名的小说家 叫冯梦龙 他是这么说的 他是把这个水浒传 三国演义 西游记 金平梅 并列为四大奇数 过去我们都是讲文人相亲 这些文人能够把水浒传 抬高到这样一个地位 就说明在内心里 确实是非常推崇这本书 到了现代 我们是把水浒传 三国演义西游记 《红楼梦》 并成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这样一部 奇书 《才子书》 它的作者是谁 施奈安 施奈安 是什么人 施奈安 明子安 自燕锐 自燕锐 奈安 有一些文人 除了名字之外 还有号 而且往往的这个号叫出去之后 流传的比名字还要广泛 所以后世往往的是称这个人为号 称他的号 就好像就是他的名字了 比如说这个施奈安 我们就认为施奈安是他的名了 实际上不是施奈安 施奈安曾参加过张世成抗原武装 他作为幕僚 这个经历 对于施奈安来说 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张世成 他也是一个起义军的首领 那么当时他是一个范思岩的 当时袁墨他是带了一批严民 发动了抗原起义 而且在他的起义过程当中 也曾经兵败受过招安 这跟宋江当时的起义 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而施奈安恰好就是参加过这样一支 起义部队 有过这样一番生活经历 这对于他后来写水浒传 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 后来张世成起义失败 兵败自杀 那么在此之前 施奈安就已经脱离了这支起义部队 因为他看到张世成后来就腐化了 又就不适应 脱离了起义部队之后 就归隐山林浅心著书 以水浒传最为著名 这个水浒传就是他的代表作 这个水浒传是怎么写成的 施奈安写这部书之前 在这个社会上已经广泛的流传着一些 关于梁山起义 宋江起义的一些故事传说 在此前的从南宋以来一些笔记 画本小说当中 还有戏剧当中 也记载了一些 就是梁山起义的一些事实 或者传说故事等等 有一些已经发展的很完备了 那么施奈安就是在这一些历史的记载 小说传说笔记的基础上 加以汇总整理加工 最后形成了这样一部长篇剧著 这样一个成书过程 我们现在在完成的水浒传当中 也能看得比较清楚 为什么 因为水浒传它的特点 是每一个局部 每一个章回章节很精彩 但是从整体上看 缺乏整体的严谨性 原因就是原来有很多的故事 本身是独立成章的 而施奈安把它收拢在水浒传当中 这个过程的时候 没有办法把它纳入统一的整体构思 它的独立性太强了 所以这部书在整体的结构上 是远远的不如《红楼梦》 这是与它的成书过程有关的 由此可见 这个施奈安写水浒传 它是依据了一定的史料 有一定的历史根据 但是历史根据不是最基本的 不是第一首的 因为它当时写这个书的时候 距离真正的宋奖起义 过去已经有200年左右了 200多年了 它也是根据前人的一些记载 而且这些记载有很多是传说 已经经过演绎加工了 所以离这个史实的真实面貌 已经很远了 那么真正的梁山起义 那个真实的面貌 又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要谈清的第二个问题 真正的梁山起义 与这个《水浒传》描写的这个差距 有多大 五松打虎 临冲风雪山神庙 鲁提侠全打正关西 无论是戏剧小说 还是影视作品 《水浒传》里的一百单八将 各个身怀绝技 盖世无双 他们的故事 快指人口深入人心 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 有没有水泼梁山的故事呢 这些事 在小说里 可以有 但是在历史上 是真没有 那么历史上 真实的梁山起义 是怎么一种情形呢 这是历史上真正的 宋奖起义的一个 概括的过程 宋奖起义 发生于宣河初年 异军 基本上为 流动作战 后在 海州兵办 接受 朝廷招安 这就是 一个整个宋奖起义的一个过程 他的这个起义时间 在史料上 记载的不是很确切 有的说是在 宣河元年 有的说是在宣河二年 有的说是在宣河末年 但是 基本上 就是在宣河末 宣河初 这一个阶段 也宣河元年 可能性比较大 后来到了宣河三年 被招安 前后加起来 大约不到三年时间 他这个 当时起义之后 有没有过一个梁山坡 这样一个根据地 据现有的史料 来我们来分析 他可能曾经在 就现今的这个东平湖 这一带 四里山这一带 驻扎过一段时间 但是并没有建立 像小说 水浒传里所说的 那八百里水波梁山 山寨 什么剧义厅了 中义堂了 这些东西没有 那是肯定是没有的 因为他在一个地方 停留的时间并不长 宋江这支部队 流动性很强的 开始是被称为河北巨贼 后来又是京东贼 后来又是淮南道 等等 从这些称呼上当中 就可以看出来 他的主要的作战地点 是不固定的 大体上 是先从运城一带流窜到宜州 后来到海州 在海州兵败就接受赵安朗 是这样一个过程 在这个流动作战当中 与他作战的部队 也基本上是没有大量的朝廷的进军 就是到了哪个地方之后 哪个地方的地方部队对他进行围剿 总之是声势不大的 那么这个声势不大的 这一支 这个起义部队 这样一场起义 他跟方腊起义 那个规模是没法比的 方腊起义 是由同贯亲自率领 15万陕西军精锐 去进行的围剿 他这充其量 几千地方部队 可能有部分进军 但是很多都是地方武装 去与他作战的 这个规模是没法比的 那么为什么就渲染的这么大 在这个群众影响当中 影响这么大 它主要就是文艺作品的传播作用 到了后来 主要就是这部 即这个传说 史料 这个传奇为一体的 这部水浒传的传播作用 这个传播很大 对它进行了大量的夸张 文艺作品当中 对史实 有所夸张 对历史的这个故事 有所虚构 这是允许的 这不是不允许 但是呢 水浒传当中的这个夸张 我们应该指出的一点是 它在许多的重要地方 是失实的 比如说水浒传描写 宋江义军 接受昭安之后 就去领受宋徽宗的指令 去打辽国 去与辽国的部队作战 征辽去了 这个事情 就是距离史实太远了 根本就不可能 因为当时 徽宗 命令这部队 接受宋江昭安的时候 当时正式 宋朝的进军 原本想履行于金国的合约 去打辽国 但是由于国内爆发了方腊起义 不得不把部队从前线抽回 转而奔向南方 镇压方腊起义 是在这样一个时期 那么宋朝的主力部队 连于金军的盟约 都顾不上旅行了 他怎么可能这时候 就派宋江这样一帮人 去打辽国 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是不是辽国主动 要进攻宋朝了呢 到这个时候 那是更不可能了 因为辽朝在那个时候 已经被这个金朝 搞得是四处冒烟 自顾不暇了 他怎么可能 在这时候还去进犯宋朝呢 所以这个史实 是严重的被违反了 这就瞎扯了 再比如 宋江带领了梁山好汉 被招安之后 打败了辽朝部队 当然打败辽朝这个部队呢 那也是不可能的 辽朝部队啊 辽朝的人战斗力是很强的 宋朝的正规进军 都不一定能够每战必胜 一般是胜少败多 那么宋江这支部队 于正规的宋朝的进军打 那也是敌不过的 不像 水浒传里说的那么厉害 就凭着他们这一帮人 能够打败辽朝的部队 那也是不可能的 他说的就打败了 打败了之后 又虚构了 又是不顾史实的虚构了 说他们去打芳辽了 而且把这个芳辽啊 打的是落花流水 最后芳辽是落花而逃 逃到一个山野当中 忽然抬头一看不得了了 前面堵着一个人 这个人什么样 哎呀长得是这个 非常魁梧 非常肥大 手里还拿着一根蝉杖 这不是花和尚鲁之参吗 就赶紧交手 不述河 被这个鲁之参事 一下子就擒住了 也就是鲁之参秦方浪 就在小说里描写的 各位观众可以回去看一看 这是更不可能了 因为在历史上史料上 咱们可以探讨 到底是韩世忠秦的方浪 还是新兴宗秦的方浪 或者是王炳秦的方浪 还是姚平仲秦的方浪 乃至舍可存 是不是秦了方浪 这都可以探讨 但是唯独不能探讨 是鲁之参秦了方浪 这个虚构又没边了 为什么不能说是鲁之参呢 因为宋江征方浪这个事 在这个水浒传里 他描写的是 宣和四年 而方浪是什么时候被俘 被斩首的 是宣和三年下 半年之前 方浪已经被斩首了 宣和四年 他又去征方浪去了 他征的是哪个方浪 所以在小说当中 这时间上与历史上 也都很难对得上了 这些东西都是不允许的 就在艺术创作当中的虚构当中 在大的方面 是不能违背实时的 可是水浒传在这些情节上都违背了史实 这些是我们应当指出的 这个水浒传 既然是这样大量的进行了虚构 与史实并不相符了 为什么在群众当中 它是流传的这么广 而且一直流传到现在 当时成书的时候 能够得到史乃安这样轻力的去进行加工 这是有原因的 这样一部书之所以 能够被这样的夸张流传 与它成书的时候 当时的社会现状 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它当时的社会背景 什么背景呢 是社会动荡 奸臣当道 因此上 很多的百姓 民间义人 文人 都愿意说这个梁山好汉的事 写这个梁山好汉的事 以此来发泄愤世之情 到了山南安 他写水浒传的时候 实际上他内心里 也同样是有这样一种情绪的 所以他在书中 就有一首诗很明显的表现了这种情绪 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花石缸 原梅几缸 尖邪道 困中良 早知狼庙 当权重 不若山林 俱一场 从这字里行间 就能很明显的感受到 史乃安 是对当前社会的 很多的这个奸臣当道 这种现象的不满 所以他愿意通过自己的笔 来抒发这样一种普遍的大众的一种情绪 愤世情绪 所以这样一部书 才流传的很快 还有一个原因 除此之外 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水浮传的里边包含的这些故事 我刚才说了 他在成书之前就已经广泛流传 独立成章 林冲的故事 武松的故事 鲁达的故事 也就是鲁志申的故事等等 三打住家庄 智杰 生辰刚等等 这些都已经 在这个民间艺人的口中 或者笔下 加工的很精彩 很曲折了 非常富有 传奇色彩 庄人 有市场 那么凡是有市场的东西 他自然就会有人拿着他大作文章 所以呢 就是流传的也很快 施南安拿起来 把它作为小说素材 感觉到写起来也很过瘾 因此 这一个 声势本来不是很大的 这一场起义 就被宣传的是 声势非常大了 就好像在中国上 非常著名的 非常浩大的一起义之一了 所以说呢 这个水浒传的这个过程 就是这样的 他成熟的过程 他与这个原来的这个 真实的梁山起义 距离相当之大 虽然水浒传中 梁山好汉的景象 大多都是虚构的 但是除了宋江之外 还有一个人物 是有历史原型的 那就是浪子燕青 那么历史上的燕青是谁呢 书中描写的燕青 为梁山好汉 接受朝廷的张安 从中穿针引线的事情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关于燕青 为这个梁山好汉 接受朝廷的赵安 穿针引线的事情 这个事情 有没有 水浒传里的这一段故事 是虚构的 为什么我们敢这样断定 因为在水浒传里边 除了宋江之外 那一百单八将 大部分可以说几乎是 都是艺术形象 宋江这个人 历史上是谁有的 但是你说卢俊逸 公孙盛 这个其他林冲 武松等等 这些人物 你在历史上 那是不可能是真实人物 都是艺术形象 燕青这个人 其实也是一个艺术形象 他在历史上没有这个人 没有这个人 他怎么能跟宋徽宗见面呢 那显然这是没有的这件事情 所以呢 梁山好汉的贝昭安 与燕青与李诗诗 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那么燕青这个人 在这个水浒传当中 描写的多不多呢 他的出现的回数 并不是太多 主要的情节 故事也不是太多 之所以他非常有名 就是因为 里边描写了他的两件事 一件事 是他放冷箭救主 也就是他救卢俊逸 他的主人 再一件事 就是他通过李诗诗 来帮助宋江 与宋徽宗接洽 促成了昭安事宜 就是这两件事 燕青这个形象 正是因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所以燕青这个形象 通过这几件事 就立起来了 所以这个人呢 是没有的 这件事情肯定的说 也是没有的 不过 据学者考证 就燕青这个人 虽然 历史上没有这个人 但是 他是有一个原型的 这个原型是谁 这个原型 是南宋初年 是南宋初年活跃在太行山一带的一支抗金部队的首领 这个人 这个人叫梁青 又叫梁小哥 就好像这个水浒传里说 燕青 给他一个说话 叫燕小矣一样 那个人 那个首领叫梁小哥 他这支部队有四五千人 领导的这支部队坚持在太行一带抗金多年 他的原型 据学者考证 大约是从梁青而来 这个青字 就是从梁青的名字的青字里拿过来的 但是由于他是虚构的人物 所以他不让他姓梁了 让他姓燕 这个燕字又有何具 是因为当时的太行山 就是古时的燕地 古时那个地方就称为燕 燕国吗 所以呢 就把这个燕字拿过来虚构 到了这个人物身上 因此就有了燕青这样一个人物 这件事情的真伪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说来 宋徽宗是不是就于这个梁山好汉之间没有瓜葛了呢 什么瓜葛都没有了呢 这件事都是虚构的了 不是 瓜葛不大 但是不是没有 那么有在哪个地方 就在于他对梁山起义的处理 因为这个梁山起义啊 他虽然是规模不大 但是影响还是有一些的 而且呢 他折腾的那个地方 我们看地图就能看出来 离开封很近 也就是当时的京城变境很近呢 所以对这个朝廷是有影响有震动的 朝臣们不敢不揍报 揍报了之后 宋徽宗也不能不表态不处理 这个瓜葛就在这个处理上 怎么处理的 根据水浒传的调写 梁山好汉在宋江的带领下 接受了朝廷的招案 并且宋徽宗还给宋江封了官职 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 宋徽宗是怎么处理宋江的呢 宋徽宗听说这个企业折腾得很厉害 京东贼嘛 河北巨贼京东贼 就召集大臣商量这个事 怎么办 就有一个大臣呢 叫做侯蒙的 他就建议 这个侯蒙是谁呢 就以前我们讲过的 就他说这个蔡经啊 心术不太正 如果蔡经心术正了 古之良相都比不上他 说这话的那个人 当时他就献策说 他说皇上 就宋江起义这个事啊 必须我们得解决一下 但是怎么解决 是打还是辅 我的意见是辅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咱们正打方辣 这个战场呢 战线拉得很长 又不要再到处打这个打那个 再说宋江这些人 他们起义 也没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 无非是一些人感觉到 有个事情不公了 不满了 对官府 起来折腾了 造反了 或者是有一些人犯了法了 没地方去了 就跟着他们起哄了 所以对于这些人 我们就给他一定的安抚 让他们感觉到 朝廷对他们还是公平的 就行了 这个事就解决了 就大事化了了 就最好 宋徽宗呢 就觉得这个建议呢 很好 不要动不动就打 全国到处都打 受不了 那就说这样吧 既然是你建议这样 就由你来操办这个事 就任命 这个侯蒙 为东平府之府 就去办理朝安 宋江的制衣 这个侯蒙啊 就上任了 可惜的是 他在上任的途中 他当时已经68岁了 在上任的途中 就染病 去世 去世之后呢 别人暂时没有人来接这个事 当时呢 方辣这个战线 就打方辣的那个前线 战事又很频繁 很紧 紧着处理那个打方辣 针脚方辣的事 这时候宋江这一部分人呢 正处于活动的不太顺利的时候 这时候没有什么大动静 所以说呢 宋徽宗就把这个事就放下了 暂时就没有再提起 但是过了不久呢 宋江他们这帮人 从这个夷蒙山的一带 又窜到安徽去了 在安徽遭了一场伏击之后 转来转去又转移 又转移到这个江苏 海州 也就是现在的连云港一带 又到那里去闹灯去了 而且呢 想趁着朝廷去打方浪 他们想把这个海州给拿了 想吸取海州 所以这时候呢 宋徽宗一听 下面一奏报 这个宋江又跑到海州 那个地方去了 又想闹动静 就命令 海州之中 张书业 就地解决宋江 这是宋徽宗亲自给张书业下的指示 这一回 这一回宋江是碰上了对手 为什么这么说 张书业这个人不是个一般的人 他是一个有胆有识 有勇有谋 还很有气节的一个北宋大臣 他的能力很强的 这个人 只是因为他不是权贵 尤其是不巴结蔡金 所以说呢 他的这个仕途啊 很不顺 有时候升到朝廷里去又被贬下来 有时候刚升了一个官又被打下去 所以这时候他才做了一个海州之中 后来到这个靖康之难那一年的时候 朝廷才想起他来 说有张书业这样一个人可以移用 当时形势已经很危急了 这个宋青宗当皇帝了 才把这个全国的兵马分成了四道 东西南北四道 这个张书业在那个时候得到重用了 被封为南道总管 当时青宗就命令着四道总管 带领着四道人马 火速进京秦王 结果只有南道总管张书业 带领着一支孤吕冲破金军的包围 打进了京城 参加了汴京包围战 其他几道有的是没打 没打过来 有的根本就没敢来 这个张书业 打进京城之后 由于宋青宗的种种失误 当时徽宗已经善位了 种种失误 京城失陷 失陷之后 这个张书业被俘了 后来金军就要把这些俘虏连同送徽宗 送亲宗一起运往北国囚禁起来 这个亲宗和徽宗就乖乖的当着俘虏 作为皇帝就被押往北国了 可是张书业宁死不去 他说我要死 也要死在家乡的土地上 我不会死在你们这个金国人的土地上 于是绝食 绝食竟然说没有用的 就把它扔在车上 要往拉往金国 就在这个车子 要越过边界到了白沟 过了白沟就是金国的地界 张书业听说这车要越过白沟的时候 当时他身上已经绝食几日 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他硬是用自己的双手 恶住自己的喉咙 生生的把自己掐死了 而金人看到张书业的这种举动 肃然起跌 就感慨说如果宋朝的人 都能像张书业这样 我们这个汴京能打得下来吗 即便是打得下来 我们能统治得了吗 就是这样一个大臣 当时就把解决宋江这一股起义军的任务 交给了张书业 当然张书业解决这件事情 那是在他的能力之内 非常有把握的 他怎么解决的 他首先侦查了敌情 然后做了战斗部署 他的战斗部署是怎样设计和执行的 史实记载 张书业当时是设服进城 而出清兵聚海诱之战 天意壮足海旁 死兵河 举火焚其周 贼文之皆无斗志 扶兵称职 勤其负贼 江乃江 这个意思就是说 张书业侦查好了 送将这一股起义军的动向 他们是要到海上结船 结了船之后 又要上岸骚扰 而且想刺激拿下海州 所以在此之前 张书业本人在海州的兵力不是太多 为了剿灭宋江 他是现募集了一些兵兵 当时现募集的 募集了几千精兵 就用一部分少量的兵力 去引诱宋江这支部队上岸作战 另一支部队埋伏在海边 带到宋江他们上岸之后 出其不意的 把他们截掠的那些船只给烧了 这一烧不要紧 就等于断了他们的后络 因为他们在上岸之后的一切活动 结束之后 是要通过坐船撤离的 后络断了 所以说这帮人就慌了 这一军就慌了 这一慌不要紧 就打不过这个冠军了 没有战斗力了 所以在混战当中 张书业就把宋江的副手给取拿了 然后对宋江谈话说 现在你是决定打还是决定不打 如果决定打 那就是死路一条 如果决定降 我们算招安 这宋江的这时候考虑权衡利弊关系 于是就决定我们接受招安 就这样就接受了招安 整个加起来 张书业所动用的部队数千人 那么数千人这里说了 自冰河 冰河什么意思 包围起来了 我们都知道兵法上 如果要想包围对方的一支部队 那必须是我们数位于敌 乃为之 由此可见 宋江这支部队的人数 不会太多 充其量也就是千把人 因为张书业本身还几千人 那么宋江这支部队受到了招安之后 张书业奏报给了宋徽宗 宋徽宗一听大喜 就给张书业升了官 然后也给宋江赐了一个职务 这个赐的是什么职务 历史上也没说 因为这事不是太大 所以说没有记载 我们不妨参考 水浒传里的说法 水浒传里是怎么说的呢 是说赐给了宋江一个武德大夫 一个官 就是那官名 这官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武职 就军职的话 相当于多大呢 充其量 妇团级 当时叫从七品 宋江这个妇团级 是怎么得到的呢 据水浒传里所写的 刚才我说了 是他受了张安之后 又去按照宋徽宗的旨意 去征疗去了 征疗大胜 回来以后 又按照宋徽宗的旨意 去打方拉去了 又大胜 经过了立了这两次 两大战功之后 给了一个副团级 而这两大战功 在历史真实上 不可能有 没有啊 我已经说了 这事情都是虚构的 那么没有这两大战功 尽管史料没有记载 我们可以推测 宋徽宗给宋江 所授予的官衔 只会比这个副团级低 不会比这个副团级高了 也许就是个阵营级 由此可见 当时这个宋江起义 这件事情 在当时影响不是太大 它的影响主要是通过 这个水浒传的推广 传播 而使大家产生了 这么一个认识 所以说历史是历史 小说是小说 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在近几年以来 阅读历史小说 古典小说当中 就在这方面 曾经兴起过一阵 叫做解读热 要解读 就想从这个古典小说里边 解读出一些历史的真相 有这么一股热潮 水浒传也未能幸免 也有人去解读了 说这个宋江 本来就是宋徽宗 失散多年的一个秦弟弟 还有人解读说不是 你解读那个有误 据我解读 这个宋江啊 是宋徽宗预先打入 梁山起义军当中的一个卧底 等等 不一而足 这些东西呢 我们作为一个段子 作为一个笑话 在茶余饭后 说一说 乐一乐 无可不可 但是你如果把它作为 严肃的学术研究 去推广 去演讲 那就比较荒唐了 所以呢 就是我们讲了这一讲之后 大家应该明白 这历史和艺术虚构 它之间有个什么关系 历史是什么样 艺术虚构是什么样 它两者之间 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那么就不会 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人云亦云 在讲完了这个事情之后呢 也就是说 艺术虚构 与历史真相之间 它的关系的时候 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把这个话题 拉回到历史本身 在历史上 无论是方拉起义 还是宋江起义 其实都没有动摇 宋徽宗统治的根基 动摇宋徽宗统治根基的 不是内乱 是外患 那么如果说 在对付内乱方面 宋徽宗采取的各种措施 还算说得过去 那么在对付外患方面 宋徽宗的败笔 就实在是太多了 宋徽宗在这方面 都有哪些败笔呢 我们下一个第二个节目